今天問老師是有關這個蒜頭已經蒸下去了 但是還沒發現 明天有時有一點草 是不是可以噴這個煮草汁來煮草 有什麼樣的煮草汁可以使用 這個在蒜頭大概我們在用的這個 如果有草蒙這種 因為這個草 你剛蒸下去 蒜頭還不會補它是正常的 它不會補出來 但是它可能會有一些草 有稍微有草蒙 稍微有草蒙 你可以去刷 刷什麼東西 刷這個福濟蒲 福濟蒲這支的草油 有的會去幫 會去幫他 譬如說如果是檢票會比較多 或是怎樣 會去幫他 算 割一頓的這個 施東坡 或是用腐乳酚這兩支 都選一支 一般有草蒙我們會用福濟蒲 福濟蒲 這支草油 稍微來做的用 這沒什麼要緊 你會可以 這一般我們德索都有的 當然現在沒有那個芭樂刀 也沒有以前是用芭樂刀去刷 去刷 草蒙也 芭樂刀也。淡有這個時候 也不用浸浸浸浸浸浸 gifts 到了 噩z 燥 放這 蒜陀 燥 刷小心 燥 成 這個油 它有稍微出來 其實有很多 很多這種操作用 但是問題就是說 這個醫生是它的這個推薦用藥 推薦用藥 所以 如果是看到減少的這種 我們通常操作用 減少的 我們就來用一些這個 這有一定的這個油 尤其你如果是上一桌是種 這種這個水流 保產 保產是什麼 漏下去漏下去 所以它的抄襲 不能說抄襲 豬子 豬子發揮 所以這有時候很困難 所以我們用這個噴 它有一個這個好個 所以我們大概可以這樣來 把它做一個處理 所以草油 用這個東西來用 這個還不錯 就是說它的這個好個 這應該是還可以 有一定好個的 像用時東鋪也好 還是說像這個 尤其用時東鋪 土都要稍微溫溫溫溫 它那個 隔壁的條 它的主要有它的用法就是說 我們這樣說金鈔劑 就是說它在這個 作物的這個標明三成 土用的這個標明三成一張 那種模式 一種一種情形這樣 有那個模式把它蓋住 它通常就比較不會發炒出來 這個原理是在這個地方 所以 我們可以這樣來做 所以這個大概是 這個部分可以讓我們 好朋友 稍微做一個這個參考 所以當然你可以用這個 沙槽櫃 不太大 這個問題 我們發炒之後 有時候我們可能這個沙槽櫃 用料比較重 一層層 所以有時候它會比較麻煩 就是說稍微做一個 這個 這個 個油個油 稍微做一個個油 有這種的一個情形 所以在這裡就變成我們 這個問題 稍微做個油個油 我們同學可以用一個吊車 把它鑽鑽 它很快就回回來 所以應該是不太要緊 所以這個沙槽 就這樣 這個進場 如果控制好事 後來 就可以很困惑 做工作 不然 這個也讓我們 有很大的一個困惑 所以這大概是 這種情形 這個提供給我們 提供朋友 稍微做一個參考 油槽 越早處理 更好 而且越好 而且越簡單 我就把它處理掉